口干口苦 肝火旺盛 分清虚实 好调理 你知道吗 肝火旺盛往往会出现 口干心烦失眠这些热身的表现 这时候很多人都会想着要去泄火 其实这是错误的 因为肝火也会分虚实 食火的话去泄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虚火就需要补了 具体该怎么区分呢 如果肝中有食火 热症的表现往往会比较明显 比如说整个人都很亢奋 脾气也很暴躁 多半有口干口苦 目刺耳鸣 烦躁一路 头晕头痛 两斜肋脏痛 那这时候就要泄火 那如果说肝中有虚火 那热症的表现就会比较弱 这一类人的失眠问题比较多 有睡不好 倒汗 眼睛发色等表现 虚火一般是肝阴不足 肝血虚导致的 所以严重的还会出现 手脚抽筋 膝盖腿关节疼痛的症状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补了 所以提醒大家 不要一有火就想着去泄 一定要先辨证清楚是 食火还是虚火 再去调理 这样才能吃半功倍 不走弯路